好 接下來來看到是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即將到來 各地的選情都很膠著 國民黨能不能複製上一次的經驗 以地方包圍中央呢 好 來看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他就說了 台灣政壇 台灣民眾可能都小看了蔡英文 他說蔡英文是民進黨的張無忌 張無忌有什麼呢 有兩大神功 有九陽神功跟乾坤大挪移 他說在2018年時 民進黨全台大敗 輸給了國民黨220萬票 但是蔡英文他能忍 能等 從李登輝的身上學來的忍耐 還有等待 從陳水扁的身上 也學到了衝突 妥協 黃偉翰說 綠營只會選得比2018年還要好 很難選得更壞 他說蔡英文是進口宮退口手 要搶22萬24 所以他的結論是什麼呢 他的結論就是接下來 年底的選舉 綠營將會搶10 六都會過半 這是黃偉煥他的評論分析 但是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以台北市的這個市長選舉 國民黨副秘書長李彥秀他就說了 現在國民黨所推出的參選人蔣萬安 他說長得帥是不夠的 必須要創造一股 讓台北市民願意跟隨的力量 而另外對於陳時中 他說大家也不要小看了 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基本盤 還是有35%到38% 所以大家可不要低估了陳時中 另外就有媒體問到了蔣萬安 在民進黨內傳出要力捧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的身世 來壓蔣萬安的戰略 現在失敗了 因為黃珊珊反而是吸到了綠營的選票 對此蔣萬安說了 民進黨操作機關算盡 他不評論 但是他要提醒民進黨養老鼠咬布袋 就是情妙器咬布袋的錯誤教訓 發生一次就好了 另外還有就是 是不是這個黃珊珊 是不會以民眾黨的身份來參選 那麼這個好龍斌就說了 柯文哲的政經是不會替黃珊珊加分的 另外還有就是大家關注的是林佳龍 無任所大使林佳龍 他接下來他要積極爭取民進黨 台北市長的提名 但是現在看起來似乎好像無望 不過他接受了媒體專訪的時候被問到 他說還沒有提名完成的這段時間 他屢屢遭到了放話 還有臉書的攻擊 他說就是有一般網軍在操作的模式 接下來他不選台北市 要職工2024嗎 他說他是一個很能團隊精神的人 他說他可以輔佐也可以當仁不讓 只是現在面對的是黨內 是不是已經開始有一般的網軍 來進行對他的攻擊了 現在衛福部長陳時中傳出了 將會被民進黨徵召參選台北市長 而指揮中心指揮官是要由誰來負責 國民黨立委稱民眾他就炮轟了 彭博在六月的防疫任性排名 台灣是倒數第二 倒數的第二 這相關的防疫責任都沒有負責 就連階段性的任務都還沒有達成 陳時中難道有臉去選舉嗎 基本上我一期陳時中近期就會宣布參選 台北市長 但是我們想想看 29號彭博社對台灣防疫任性的評估 53個國家裡面台灣倒數第二 也就是52名 我們真的懷疑陳時中部長 他還有臉 他有臉去選舉 我們呼籲選民唾棄他 台灣的防疫目前根據彭博社的數字 已經跌落到52名 跟先前的第一名相距非常的大 幾乎就是從頭跌到尾 但是陳時中卻在此時 已經在準備要去參選台北市長 這樣子的做法無疑就是拋棄了 本來身為指揮官的責任 而且很多包括黑心快篩 三加十一會記錄 然後對於台北市的一些政策 為什麼都非常的後面才實行 讓台北市能遭受到很多疫情之下的一些衝擊 這些陳時中完全沒有表達清楚 沒有書明跟交代 三加十一我負責 這句話言尤塞爾到現在也完全沒有負責 那他就要準備去選市長 我認為接下來在這方面會受到很大的檢視 那在他的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可能也是會整個台北市長選舉的一個主要話題 好 再來看到這兩個人的心結是不是結得很大了 無人所大使林佳龍積極的爭取民進黨台北市長的提名 而日前受訪的時候他提到 民進黨如果派出了仇恨值高的人選 容易促成敵影的操作棄保 而這個仇恨值很高被指涉就是在講陳時中 不過林佳龍解釋說這是誤會 他會打電話給陳時中來解釋 今天他接受了媒體專訪時被問到了 是不是有聯絡上陳時中呢 林佳龍說有打電話但是對方沒有接 他傳的簡訊也還沒有被收到這些回覆 他說被問到這個簡訊的內容到底寫什麼 他說這個陳部長很抱歉 有一些發言引起你的困擾 然後再說些說明 雖然看起來陳時中是已經讀了 但是似乎還沒有回 那麼林佳龍表示說 他會持續的打電話 這兩個人心結到底能不能解開 國民黨正式的提名的智庫執行長 柯智恩參選高雄市長 迎戰民進黨籍的現任市長陳其邁 根據No News的民調 截至今天下午的三點鐘 來看到這份民調的內容 認為說你認為有機會 當選下一屆高雄市長人是誰 認為柯智恩有機會當選人高達了 75.24% 另外認為陳其邁一定會忍認的 有21.36% 不知道或是每一件的有3.4% 另外第二章來看到被問到說覺得被霸 年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落跑的形象 會不會影響到柯智恩的選情呢 認為一點影響都沒有的高達71.36% 認為說一定會影響韓國瑜的負面形象包袱的是有 22.82% 那麼其他的是沒有意見 另外第三個問題是因為這次沒有被選上的是 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 因為他也有要參選高雄市長 那問網友你認為藍營內部會團結嗎 同樣這個問題我也要來問問大家 大家覺得在年底藍營內部會團結嗎 覺得會團結的加一 覺得應該不會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分裂的 我們加二來看看大家的意見 我們就看到這份民調最新的一個結果 那麼因為張校長他也有要參選 不過現在是已經選了柯智恩了 那大家認為會不會最後整合成功呢 藍營團結會不會有存在 高達了69.42% 認為還是會團結的 但是有21.36% 認為恐怕無法順利的團結 另外9.22%是不知道 這是我們看到剛剛這個一個最新的民調 但這份的民調大家也要注意是 他並沒有某群體的呈現 也就是說到底有多少人投票 目前從這個網頁上面是看不太出來的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國民黨現在正式的提名了 柯智恩參選高雄市長 那麼黨主席朱立倫說他是陽光女孩 但是曾經被罷免四君子之一的 激進黨新聞部主任張柏陽 他就做一個梗圖來很酸 他說65歲的韓國瑜當年叫做陽光青年 60歲的柯智恩被叫做陽光女孩 那31歲的不就叫做陽光寶寶了嗎 朱立倫倒是非常嚴肅的回擊 他說都已經21世紀了 民進黨跟側翼竟然還公然的發表這種性別 年齊歧視的言論實在是相當的可斥 柯智恩當然是來自南部的陽光女孩 我要強力的譴責 在21世紀今天 民進黨跟他的側翼 竟然還有年齡跟性別的歧視 今天只要心中有陽光 就是陽光女孩 誰敢說不是 蔡英文出來說不是吧 對性別的歧視 對年齡的歧視 是在台灣的今天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些人可恥 柯智恩離開高雄的時候是陽光女孩 再次回到高雄是陽光女孩的媽 好不好 我女兒很陽光 我現在回來是陽光女孩的媽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 只要心中有陽光 都可以稱陽光女孩 如果有任何性別歧視或年齡歧視 我們都是強烈譴責 這些人真的是可恥 如果你們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比較小的 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